HELLO 若太可 誰愛上我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 is what we create Hey 大家好 我是Ricky 阿瑞 大家平時都會跟我說 有些髮型教學很想我跟大家分享 過往都是一些 我每一的髮型、分界的髮型等等 但不知道這幾年大家是否想多給我挑戰 經常傳一些特定的人物 我跟他的樣子都不像 要給我一些特定的人物 有些特定的髮型 通常我都是會應戰 但同時我也要看看 那個髮型有沒有特色和可取之處 最近我知道大家在IG上面 都在看張敬軒吃早餐 我也有看 除了他平時吃早餐之外 我也有看他最近出了新碟的髮型 甚至最近的髮型 都是我一個很想挑戰的髮型 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張敬軒的髮型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髮型 絕對不容易弄 不是大家兩三下所想做得到 第一 它需要很多的空氣感 第二 不是男的遮瑕頭 有那種硬滑滑的感覺 是你怎樣動 怎樣彈 它會回到那個形狀 這兩年我看到Risk的髮型 都是很重這個空氣感為主 所以試一下做一個簡易版 看看我今天做不做到這個髮型的效果 好第一步 噴濕頭髮後 我們可以噴上打底噴霧 今次最好用一些 靈性少少少 不要太啞色 而且不要太乾身的打底噴霧 按Kalvin Murphy的這隻Body Mask 噴幾下 然後搓勻它 就可以了 第二步我們要分開前後兩側頭髮 怎樣做 都是把頭髮梳在後面之後 然後拿兩隻手指在耳朵旁邊這個位置 然後一起向上推 推完之後 兩隻手指一齊向前掃 以及一齊向後走 那你就很容易中間這個位置分了一條界 但是今次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空氣感 所以盡量前面的部分的頭髮 不要留得太多 盡量少一點 再多一點向後面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前面的頭髮 一次過吹乾 方向是怎樣吹呢 就是在上面吹下來 以及下面這個位置吹上去 令到前面這裡的頭髮 是有很空氣感 記得調到最大風和最熱風 吹乾了前陰之後 我們首先在眉骨對上這個位置 拿一條頭髮出來 然後拿夾子放到最入 然後向內捲一捲 那捲子其實是向這邊 捲完之後 然後一直拖到最尾 然後放下來 你就會看到它有內彎的效果 然後第二條 你就可以向這邊捲 第一條是向右邊捲 第二條是向左邊捲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條頭髮 它同樣地都有一個弧形 但是它的方向是向左或右 最近額頭的位置 我們可以捲了幾隻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做頂少少的位置 然後同樣地都是下夾子 向高捲 然後放下來 營造有少少弧形之外 整個頭的空氣感和層次 就可以增加很多 不用擔心那條頭髮一捲出來 很捲 好像很不像 不要緊的 因為你一會用手梳 或者我們gel頭的時間 其實可以拉直一點 拉直一點 那你的頭就會自然很多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把後面的頭髮都向前吹 記得把後面的頭髮都向前撥 然後風筒從上面這樣向前吹 記得這個部分 千萬不要用太多手 因為大家很喜歡用手 這樣壓住頭髮 這樣做不到空氣感 最後的方法就是用手撥 之餘風筒一定要左右左右兩邊 增加頭髮裡面的空氣感 好了 吹乾了整個頭髮之後 我建議大家 最後的步驟一定要用風筒 在前面這個位置這樣吹乾它 令到中間這些空氣感可以增加多些 還有建議你們 最好吹乾完之後 一定要用凍風再吹多一次 確保你的頭髮的空氣感 可以維持得更加久 凍風吹完之後 頭髮已經很鬆了 你可以用手抓順頭髮先 很明顯看到前陰這些空氣感 已經很強 接著我們要處理頭頂的頭髮 哪些位置需要彎 哪些位置不需要彎等等 夾完之後就可以落傘 我會建議頭頂的頭髮 本身都很短短的 我們就在頭頂的這個位置 接著呢 向上捲一捲 接著尾彎一彎出去 除了頭頂 旁邊兩邊都是之外 後尾浸這些位置 都可以做一點點 同樣地都是 向上 向下 接著呢 我們最後就拿一個 亮亮一點的泥 又不要太濕 但是呢 又不要太乾真真了 OK 我就拿Shinecraft 先拿一點 要逐一點 逐一點的份量拿 不要拿太多 接著呢 就擦勻整隻手 第一個部分呢 我通常都會做前陰的位置 因為剛才一開始已經 先夾了 還有先吹了 所以先做前陰 先拿手指 不要這樣擦擦擦擦擦 拿手指 裡面拉出來 你就應該會拉到一條條的頭髮 確保每條頭髮都好像有泥在這裡 然後呢 不夠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加頂 建議呢 都是用這些方法呢 去放一些髮泥下去 就不要在頭上不停擦擦 這樣呢 才可以保持到那個空氣感 當你的頭有泥之後呢 你的手也有少少泥在這裡 下個步驟就是精髓了 你就要把頭髮變成一條條 那怎麼做呢 好似平常大家擦頭髮一樣 前面這一側開始慢慢擦 然後呢 拉回來 去一個方向 然後呢 上面這裡的頭髮呢 都是這樣擦 然後向那邊的方向 這樣呢 就做回那種凌亂感 這些是要考功夫的 不是那麼容易 爪兩爪就有的 不過逐條逐條這樣擦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見軒仔的頭 前陰這些位置呢 不算太密的 如果你不想太密的話呢 將這裡的頭髮呢 推高一點 拉鬆一點 那你就看到這些位置呢 就有多些空隙在這裡了 那大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斷地這樣擦 那你見到我擦擦一下 就擦到這樣了 擦呢 那個重點不純粹是很大力 擦到它一條就算了 你是要擦完之後呢 要放回剛剛那邊的位置 然後這邊呢 要放回這邊 凌亂的感覺 擦完之後呢 你是想特意擦頭髮 但是擦完之後又好像 你不小心擦到這個頭 明明那個 效果 除了呢 是你擦到它很實淨之外呢 你都要用手指呢 在中間這個位置呢 推高去 因為你需要有那個空氣感 好啦 做完之後 那我們當然要Final Touch 可以噴一個Hair Spray Hair Spray呢 我會建議大家噴一個 最輕型的Hair Spray 千萬不要噴得太硬正 因為呢 當你動的時候呢 你想要這種 彈的感覺 然後重點呢 中間這些位置呢 都可以噴一點 如果某一兩條 你覺得太粗心 或者太硬正的話呢 是有方法可以弄走它 那麼呢 比如這一條 你想它沒那麼硬正呢 你就拉出多幾條出來 再輕輕地放回去 那你就會覺得它很自然 好嗎 這些考心機和考功夫 你猜真的 對呀 拍一個CD cover 出一個Event的頭 是簡單就做到嗎 沒有髮型才不行的 雖然我覺得這個髮型很有挑戰 但是挑戰完之後呢 我也覺得GELTA的技巧又更進一步 那接下來呢 如果大家還有些什麼 想我挑戰的話呢 記得在樓下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Youtube再見 拜拜